我早前都說了, 聰明一點, 你這個爛鬼小的國家, 硬到那麼上刻, 他要的, 他是國家, 他所謂要爭取生存的條件, 他發展的行動無論什麼方法都好, 一路強硬, 其實以一個北韓的人來講, 北韓的領袖來講, 我覺得他走適了, 但是, 一路強硬就死路一條, 應該怎樣, 長短骨,軟鴉劍屍, 這樣就對了, 我不知道他, 因為他聰明, 是變招的戰略, 或者是被兵, 因為今天很重要, 但是怎樣都好, 好了, 變招了, 我看下去, 我真的不知道肥仔呢, 是聰明, 這個是被兵, 這個要看下去才知道的, 但是呢, 變招是對的, 立刻就說, 哎呀, 我參加了好運會, 什麼事了現在, 又談了, 大放緩和的氣氛, 這個呢, 其實在政治上來說,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手段, 你美國人都拿不定價, 但是他就說, 哎呀, 看看先不先啊, 哎呀, 什麼啊, 我其實對他都不是好看好, 但是問題呢, 已經立即是什麼呢, 減壓了, 那兩月前, 見拔魯昌那個氣氛呢, 是獲得了一點點, 是吧, 繼續 謝謝, 謝謝。